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慶儀 我們今天要帶您前進的是牛年股市封關 一起來布局金虎年的世界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這股市封關 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 反正下好離手 就放寬心 好好過年了 那麼同時我們要展望這個金虎年 相信還是咱們臺灣非常好的一年 到底金虎年有哪些的投資密碼 以至於現在最近我們看到國際間 感覺是戰火煙消味蠻濃的 有哪些這個戰爭政治投資學 裡面有哪些獲利的機會 我們今天一一來解密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財經專家 士聰哥 歡迎 慶儀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敏寬歡迎 慶儀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朱老師歡迎 大家好 我們技術分析大師杜董 歡迎 慶儀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 威儀歡迎 慶儀好 大家好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談股論經 牛年台股中算是封關了 留下了少許的美麗 很多的哀愁 不過一切都過了 股市已經跌完了 我們現在馬上在期待的是金虎年 希望大家可以虎虎生風 但請現場來賓先幫我們停一下 馬上感覺到金虎年的威力 我們說虎年 就是這樣子跳跳虎 活潑亂痛 這個活潑亂跳 這個是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黑天鵝 你們覺得哪一支會最大 升息 通膨 戰爭 還有沒有什麼疫情 有沒有什麼黑天鵝 我們不知道的 哪一支最大 我們來大預測一下 資資高 無惡 升息 通膨 對 這其實是一體之兩面 你為什麼要升息 就是因為通膨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大支的 那另外一個 我就建議說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三月十七號 雖然說一月二十七號 美國有一次聯準會的會議 但是可能三月十七號 那一次會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在三月十七號之前 持股最好不要超過五十趴 三月十七號之前 對 就是說等到他真的利空出境 水逆過了以後也不能加碼 水逆過後可以加碼 水逆二月五號 我們要來討論 但是不要超過五成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因為在升息之前的時候 其實這個波動會非常大 你看最近美股的這個波動力 也已經放大了 就是大家這個提高警覺 不要超五十趴 烏惡戰爭 最近烏肉又逢連夜雨 本來今年美國因為要升息 加上前三年 先跟各位說 前三年包括美國股市 包括臺灣股市 每年一年都成長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說如果今年還要繼續成長百分之三十 臺股要到兩萬一千六百點 但各位仔細去想一想 機會有那麼多嗎 聯電都已經漲了大概四倍了 大家還在希望說 他的股價能夠上一百 他特別這一波烏惡的關係 先來跟各位說 現在沒有人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普丁要什麼 所以連要談判都不知道怎麼談 球又空在普丁的手中 這場戰爭目前來看 箭在懸上 今年一開始金小胖射飛彈 那普丁不知道在想什麼 好 這邊 朱老師 好多喔 就看短中場 短期 當然俄羅斯跟烏克蘭的事情 絕對是大家看最近的股市點 基本上都跟他們有關係 那再來升息通膨也不用我多說 那就先不要說三月份連準會會議 光這兩天連準會 以前一月份的連準會會議 大家通常不會去在意 可是今年真的不一樣了 雖然我們已經封關了 但是對國市股市 大家都在盯著看一月份這一次 連準會到底對升息 對通膨的看法 所以這比較過年以後 大概第一個就是反應這件事情 那正常疫情 那就是疫情的問題 疫情未來會不會再有新的 更大的魔王 沒人知道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個心理準備吧 這個杜董很清楚 不可以連準會對抗 因為股票市場由多轉空 有三個變數 第一個就是剛才先宜講的戰爭 那我們早期有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第二次會讓股市重挫 第二個就是這個 央行如果要調高利息 你不要跟他對抗 因為他是貨幣政策主宰者 第三個就是我們前兩年的川普的中美貿易戰爭 或是兩年前的我們的疫情的爆發 所以這三大事都會影響股市的轉折 那我們今年就是這個 因為確定要升息了 只是升的弧度 還有他的時間的大小 所以我們今年最注意的黑天鵝 應該是歷歷的調高 密切注意聯準會 人家收緊收水了 我們不要還這個過度自嗨 對對 不要跟他對抗 就是升息一樣 對 那聯準會今年要開八次會議 所以這個升息的議題會貫穿整年 所以這個黑天鵝會隨著升息 不管是說兩碼 三碼 四碼 他也不只一隻 只是說黑天鵝有點喊冤 說大家看錯了 我不是黑色 我只是灰色 就是說升息會讓股市有點震盪 但是就是說後面的一個景氣方向 如果確認是不錯的話 我想股市其實整個多頭的格局 還是會持續往上 感覺真的很多黑天鵝跳天鵝壺 但是我比較樂觀 因為以上這些都是 我們已經知道的 沒有什麼我們想像不到的黑天鵝 就跟著我們節目一起見招拆招 這個為兩名先生來看 這個牛年總算在今天封關 各種忐忑不安 就到今天結束了 我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過好年 那這個盤風在這裡 你要怎麼解釋他 不怎麼美麗的據點 過去的錯誤 就由未來來彌補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一波從創歷史新高之後 行情說真的急轉直下 大家期待萬九兩萬 都要再等等 但是我們要找到就是說 整個沙盤的元凶 除了融資 餘額減了大概兩百多億之外 那外資當然也是大賣 可是其實這都不是沙盤的第一力道 那最大的殺手在自營商 自營商賣成這樣 天天賣 賣了五百八十二億 老闆這麼緊張 所以我們知道自營商的風格 就本來就比較偏短線 再加上他們追求絕對報酬策略 不過稍微補充就是說 自營商的操作進一步也要分兩種 一個是 就是自己的資金自行買賣 另外一種叫說避險 避險是跟所謂權政發行有關 那也就是說 如果很多投資人考量到快要過年 你有十一天的變數 我不想要報權政 而且會浪費時間價值 所以當大家在賣權政的時候 自營商他也只好跟著賣出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權政到最後他連動到的 還是多數市場散戶的想法 那我們認為至少就是說 封關之前利空變數 黑天鵝慢慢的都浮現上來 然後大家在賣股票 減碼過後 你或多或少手上的資金都有增加了 個人也是 法人也是 主力也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年後 就帶有一些潛在的資金買盤 有機會去做回補 但這個還是 錢還是很多 總是要去處的嘛 對 你不可能就是說 大家暫時留著現金在手上 但是會看一下 那看看這十幾天 有沒有更大的衝擊 新的變數 但是要後面等還要等什麼 我們看 其實大盤跌到這裡之後 往左邊對稱 他大概回到在這個地方 整理的平臺區 起漲之前位置 那當時這裡大概震盪一個月 所以我們扣除掉 春節不算 開紅盤起 二月七號開始 我覺得大概也整理一個月 是不是來到三 三月份 所以其實那個時間點 整個行情也會隨著技術指標 重新回到低檔之後 有比較好的動能 加上資金在手 只是說投資的氛圍 也會從投機回到投資 OK 投資回到投 投機回到投資 也不是壞事情 大家可以這個想遠一點 當然最近國際盤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講到就是說 現在升息預期 那最快三月份要升息 所以大家都認為資金 好像就從股市撤離 甚至逃難 跑到債券市場 但事實真相是不是這樣 我們看 這統計國際上面債券型基金的資金流向 事實上可以發現從一月份以來的第一週到目前為止 不論是高收益債 新市場債或投資等級債 我們看了這個欄位 就是把這三項合計的債券型基金 其實在過去這兩週很明顯 是大量的被賣超 要減少購債 要縮表 所以其實並沒有流向債券基金 那股票型基金 我們來看 那同樣的美國 歐洲 亞太新市場 原本對美股其實還是加碼 所以前面走勢也很強 不過在這個過去一週來講的話 則是站在賣方了 沒有錯 可是會發現到資金竟然是跑到歐洲 股市 亞太股市 新市場股市 而且這三個加起來金額比美股流出來的股票 資金 大家比較擔心 美國 看到現行都不太好了 畢竟升息的核心在美國 在加上因為美國股市位階也比較高一點 資金從這次也流出來 從美國留下來 對 那進來看 其實亞洲股市這邊來說的話 像中國股市跟日本股市 其實還是相對比較吸睛的 那至於說臺灣來看的話 跟南韓其實在去年以來到目前為止 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去年財股跟韓國股市 就是外資對亞股賣最多的兩個市場 外資賣很多中國 對 因為基期很低 基期很低 那這個也代表新的一個年度 一些可能就是資金 他還是會比較青睞往低位階的市場走 那原本其實開春剛開始 元月外資想要對韓國跟臺股翻多 不過當然最近我覺得臺股 畢竟就是說有11天的長假 所以外資他也不想有太多的持股 暴露在這個風險之下 那我們就看年後這個變數離新之後 外資會不會再回流 OK 好 那再來升息的機率 那當然最近大家最關切升息 那我們其實從一個比較動態的角度來說 三月份是不是真的會升息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沒有懸念 因為從目前最新的預測來看 這張圖表代表意思說 現在的利率就零到零點二五 那如果升息 就是利率會到零點二五到零點五 所以這個機率是高達八十四點八 不過如果稍微去對照一下 一個禮拜前的預期是九十一點一 所以當然還是很高 所以三月大概升息是跑不掉了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看 五月份的狀況 就右下角這張圖 那這裡代表就是利率 在三月如果升一次之後就停住了 那另外這個柱狀體代表的是 五月繼續升 也就是說累計升兩碼 所以說五月份預期利率持平的機率 是四十八點五Percent 那相較於一週前 這個預期是四十六點二 提高了代表什麼 有比較多的人開始相信 或認為五月份就不會再升 那另外認為三月升一次 五月再升一碼 這個機率則是四十三點八 其實比持平的來得少 而且比一週之前明顯下降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都說 今年聯準會很陰 這個陰派的陰 不過其實還是有可能考量到最近 因為譬如說 俄烏如果開戰 這些地緣政治風險 或者說股市已經跌這麼深的時候 他或許在利率決策上面 會稍微把這個步調放慢一點 這幾年看到聯準會多一個任務 安撫一下投資人的心 要出一下股市的變化 那你說封關期間 一定要看的指標 十年期公佔 那回到就是說 如果關清利率的話 就這個是十年期公佔指令 基本上他是會隨著升級預期往上走 不過第一個來看的話 只要不是 要多少要緊張 第一個不是幾漲都還好 那最近其實已經拉回了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其實都沒有超過兩個百分點 現在其實都算低 所以沒有真正到說非常危險 那大家有警戒 其實這種賣壓 他就會提早消化去做反應 第二個來看就美元指數 其實結合剛剛所講的 如果說真的 預期這個升級 可能會更陰 更激進的話 那照理來說 歷差擴大 應該資金會跑到美元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高點在去年底 已經形成下降軌道 所以代表其實錢 還是在新興市場 只是說可能有些短線的調整 或不同國家市場的配置 那第三個就是看市場的氛圍 就恐懼 這個指標我也很喜歡看 很好用 對 那最近其實從中間五十附近 往左傾斜 就代表市場開始害怕了 那假如說我們封關過後 在春節的時候 大家看到他來到這個二十五以下的話 在八五二三的時候 那個絕佳進場時間點 他是到這裡的 極度緊張恐懼 買點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 萬一是跑到這裡的話 比如說開戰了 拿到二十五以下的話 其實真的要冷靜 那個反正在這個新春過後 紅盤日不要亂殺股票 是要逢低分批找買點 保有一定的現金 就有機會找買點 金虎年 今天很重要 告訴大家 怎麼樣趨吉避凶 新年保平安 那即便是開紅盤 我想呢 因為很快就要面臨年報的檢驗 所以有一些小腰股 就要面臨夢醒十分 對 薇良金要帶來這一首 夢醒十分 你說你買了不該賣的股 你的賬戶滿是傷痕 你說你犯了不該犯的錯 心中滿是悔痕 你說你參加了很多頭股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說你感到萬分沮喪 甚至開始懷疑人生 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 你又何苦以往情深 因為賠遣總是難捨難分 何必在意那一點點溫存 要知道回答總是難免的 在每一個夢醒時分 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 有些股價你永遠不必等 哇 真的越唱越好 風冠這一天是你今年唱最好的 其實既然會有所謂第四季做夢行情 那當然也就會有夢醒時分 哪些夢該醒了 那我們提醒 其實有兩種類型的股票 特別小心 第一種就是當然本益比很高 甚至是虧損 所以他叫本益比 過去是因為題材而過度的炒作 渲染膨脹 那現在就是要慢慢的小轟 尤其過完年之後快折二月慢折三月 那個財報照耀金一打出來 圓形斃漏 第二種我覺得其實更危險的是 有些人會認為 我看去年財報很好 業績很漂亮 最近跌我不是應該逢低一買 越跌越便宜 本益比越來越低了 可是你可能要注意後面是不是成長會趨緩 如果說主力法人跌 他沒有去接他還一直賣一直賣 這個很難好公司的陷阱 這個未來沒有那麼好 沒有更好 對 可能未來就是大家有些疑慮了 所以這邊我們包含 其實列舉一些 但是太多 有化工股 元宇宙IC設計 我直接切入個股給各位看 化工股以前股價其實都很溫吞 業績也都算是平平的 但是去年搭上 因為臺積電資本支出的概念 所以很多股票搖升一遍變標股 像這個動輒都拉倍數 像這一七二一三晃 事實上他去年前三季還是虧錢 所以目前看到上升趨勢線跌破 頸線也灌破 這邊來說的話 其實股價已經形成了 中長期的壓力了 再來我們看到是元宇宙之王 就從他開始的2498宏達電 那宏達電當然這個 元宇宙的議題還在 可是他的重磅產品VR眼鏡 在去年底上市之後 其實十一 十二月份營收 並沒有如預期那麼樣的出現 明顯增長 反而是低於多數反而預期 加上因為前三季還在虧 那第四季預期 可能這個財報也不會太好看 所以這邊來說股價也是平平破底 而且這一波從盤整區到下跌的時候 其實散戶人數一直在增加 這一點要特別留意籌碼的壓力 再來看到這個是兩個就算基優股 那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反而要更小心 像金鴻 這個去年其實搭上是所謂電子貨架標籤的 這個熱門題材 可是 這真的去年很好 可是這個市場如果這麼好賺 就藍海市場就會吸引很多新的競爭者跳進來 所以慢慢我們台場也好 陸場也好 擅長就是把藍海變紅海 殺價競爭 對 所以今年其實會開始 去年好 不代表今年會好 對 他這個市場可能面臨挑戰者的威脅 那驅動IC更不用說 其實今年來講的話 這個景缺趨緩之後 漲價動能大概幾乎 已經是不存在了 那尤其是大家想說這跌這麼深 天域還要跑嗎 大家注意 在這個地方 紅海才宣布說處分九千多張 這個地方 結果股價再也回不去了 那你想 紅海一定是比我們更瞭解 他的未來後世 所以如果都已經跌那麼深 跌到這裡 紅海還要賣 那你想這個未來真的底部在哪裡 誰也說不準 OK 供大家做參考 希望大家金虎年 這個二零二雙倍的財富成長 那到底金虎年的投資 我們要怎麼看 我們今天這個現場的技術分析大師 杜董我們一起來看 杜董也是我看了第一本技術分析的書 那時候你還滿頭黑髮 智慧的像人 大家入門書 大家入門書看同一本 我們今天這個杜董比較特別 什麼什麼年限 什麼十年限 靠邊展 他一直都看六十年 一家子 因為臺股是五十一年二月九號開盤 那一天早上 五十一年二月九號 所以我們二月七號新春開紅盤的時候 兩天以後 因為臺股是水瓶做的 對對對 那一天早上十點開盤 因為他 我們的出生就是股市 是在虎年 那你看到這個是十二生肖的報酬率 你可以看得出來兔年最好 大概五次的 平均九十二趴 那牛年今天已經結束了 平均四十二趴 那今年的牛年只漲十一 十一趴左右 牛年算到今天說 平均每位股民是賺五十六萬 比去年少很多 可能這上半個月 把它縮水很多 就是這個月跌了一千多點 比較多 所以今年的牛年的 比報酬率來講 比較不好 這個是兩個最好 那三個最差的就是馬連 大概平均跌十二趴 十二趴 再來就是猴年 猴年 四趴 再來是誰 再來就是講明年的虎年 就再來叫虎年 大概小漲小跌 這是一千點在看這個賽事 對 所以大家我們等一下來好好分析 這個虎年 因為我們剛好是二二一九號開盤 所以整整有一甲子的虎年的資料 我們來看虎年 那你看到這虎年的話 民國五十一年開盤的話 漲二十三 再來下一個 就是跌四十六 再來 也有漲的 再來跌二十八 再來漲二十二 再來漲二十二 平均 平均五次剛好打平 那牛年的話 我們今天已經夠了 所以大概這一次的話 大概漲十一點八 牛年都正報酬 而且你看一下 虎年 咚咚咚咚咚 五次都大漲 所以大概兩年後的話 這個虎年應該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行情 那我們來分析這個五次的虎年 那我們跟大家聲明一下 因為我們臺股是五十五年 才有index 加錢 所以五十年到五十四年的資料 我們是用交易所的資料 把它還原回來 所以大家看到 五十一到五十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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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 這些六十年的大四季 我們把虎年的六次大四季 整理了一大四的 趕快來看 對 第一次民國五十一年台股開牌 那時候只漲兩支股票 漲台銘跟台紫 那時候台銘的成交案 大概佔了百分之七十幾台紫 另外還有一個大統特別股 那特別會漲 所以漲三支股票 台銘 台紫跟大統 第二次的話就是因為第一次持有危機 虎年漲最高 後年後期 這是我們大概整個 然後你說虎年都是一漲一跌 對 我們今天 去年漲 今年就 跌 我們這次虎年的話 我們分析有一個關係 像牛年的話五次都有漲 虎年五次都漲 虎年的話有一個特徵 一漲一跌 一漲一跌 而且漲了那一漲都是封關的時候收最高 像我們今天不是小碟 可是我們只要漲了那一漲的虎年 一定是 那個 過去虎年漲都是牛年封關漲高 虎年就漲高 對 不是 不是 就虎年的話那一漲如果開 走多頭 他就會從開盤的話 一直漲到隔年 兔年 那個那一漲 漲年度都收最高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虎年的一個 連黑線圖 這是我們在統計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 就是說在最差的三年裡面 虎年是第三差 還有 就是我們整個一個 這六十年來虎年的一個報酬率 看一下 那我們把這個大小事件 都寫在這邊 就是說這個什麼時候開盤 什麼時候收最高 那這個是我們的那一年發生的大事劑 那我們等一下會把每一年的 這個走勢圖 把它分析一下 那晚宥大事劑我們來解釋 就是說為什麼讓這個 這個股市收最高 你看到我們第一次民國五十一年 二十一年的時候開盤 換算的話 我們是五十五年一百點 那我們換算的話 那一點是二十三點開盤 大家看一下 二十三點開盤 收盤的時候最高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特徵 有沒有人那時候買股票放到現在都沒賣 可是那個我們第一次股票 一零一台泰泥嘛 有沒有 因為那如果 是不是有人買到現在 對啊 有啊 有很多公廟 有人捐贈股票 他們以前不能開戶 所以那些股票 台泥就持有到現在 後來我們交易所才讓那個 財團法人可以賣股票 所以那些股票 他們鎖了五十四十幾年 而且公廟資產也不會這樣來的 傳奇是台積電 台積電之前 那時候台積電還沒有出來 台積電有一個官司 他被扣在法院裡面 後來那個台積電的股票漲了十四倍 對 所以有很多公廟 因為他們捐贈嘛 阿萬又因為當時不能賣 所以走得很久 後來都大賺錢 那你看到五十一年的話 我們一定要講一個特徵 收盤收最高 那一年大概漲了二十三百 這是我們模擬 那時候成家量不多 因為我們台積市民國七十六年 才算有成家量 那我們看下一個 那這個的話六十三年是第一次死有危機 我們等一下會講那個戰爭的時候 你看到他就先重挫 後來尾盤上來 在這一年是虎年裡面 大概最差的一年 得了四十六八 所以我們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大概都會得到中秋作反彈 可是他有一個特徵 他要走空的話一定是年初最高 我們現在不是一月五號高點 所以年初最高 那下一個 我們越聽覺得越冷了 那這邊的話是民國七十四年的話 我們那個基金進場 所以基金進場完以後 台股最冷的虎年 你看收盤 又收最高 而且漲了也大概二十八趴左右 所以這個就是第三個虎人的話 是走兜頭 那走兜頭他一定收最高 那他的有意義是就是說 開萬四大基金進來 那整個基金把整個股票拉上來 所以如果收高的話 就是收最高 這邊是雷曼兄弟 雷曼兄弟的事件 你看到他走空的話一定是年初 一九十八金融海嘯 亞洲金融風暴 對對不起 亞洲金融風暴 一定是年初最高 完以後看到中秋 那一年大概跌了二十八趴左右 那我們看最近的這一次 有沒有 是我們那個開萬日資 那十三年前美國實施QE 雷曼丸 雷曼丸然後歐債危機 那QE 大家記得這一次要收了 我們剛才不是講說今年最大 這是QE的始祖 那個時候 阿丸又現在要結束 你看到縮盤縮怎樣 縮最高 縮最高 那這一點漲了二十二趴 所以來講的話 我們總結這五次 這五次的話 他都是糖價大漲 讓他縮最高 這樣可以拍下來增長 五年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石油危機讓他大跌 那我們這一次有一些什麼中俄 烏克蘭的 那這個是投信基金進場 這邊是那個所謂的 那個亞洲金融風暴 那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實施QE 那QE 日耳開萬日資 那今年我們開始要探討今年 今年就是說 我們一月五號最高 一八六一九 短短的從兩年前的 八五二三短短的兩年就漲了一萬點 我們大概以前三十年 才漲一萬點 我直接問杜董 那你覺得今年最慘會到多少 因為其實今年你比較看保守的 今年的話高點目前是在這邊 那一般來講 我們既然從十月五號是連線開始起漲 那時候連線是一萬六千多點 那今年短線的話 我們先看連線 連線現在是在一七一三多 左右 那他要撐住 再來的話 就回到這個起漲點 大概是今年 先看這個 那一般來講 高點目前是在這附近 你說五年的高點還是期待這個 因為我上次在其他節目 慶宜的節目 我有講 大概是一八三六七 用三角形測量等不吹 止計 那目前離這個大概近 那我們認為像今天收盤 還有一個特徵 今天的量兩千兩百四十幾億 是比去年十二月二十七號的兩千三百億的量還低 而且比兩年前平均量還低 所以今天收盤 除了說你收小得玩 他的量能 再透露一個東西 就是說你今天的量是這兩年來的最低量 代表的意思是 低量有低價 這是我們今天收盤 我們給大家特徵 因為你短短幾個月是跌了一千多點 這是我們對 那我們結論就是說 虎人的話都是一漲一跌一漲一跌 那今年的話 剛好是第六次 所以跌的機率稍微比較高 謝謝杜董 所以杜董今天是告訴大家 要小心 金虎年 一不小心恐怕被咬到 沒關係 行情波動 做多跟做空都有機會 我們就位都來看 這個大家最關心 影響經濟很重 我剛剛講這個烏爾這個黑天鵝 那現在這個拜登已經說了 如果入侵烏克蘭的話 會有嚴重後果 感覺要讓大家一起打群架 是 沒錯 事實上今天拜登說了這句話 我覺得還蠻重的 他說什麼 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話 我就考慮要直接制裁普丁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都只有制裁普丁的朋友 或是制裁這個俄羅斯 相關的這些企業 但他沒有真正制裁到普丁 如果真的制裁到這個最高領導人的時候 那毫無疑問這兩個國家就關係破裂 之前美國有兩次直接這個制裁 國家領導人 一個是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制裁委內瑞拉的馬杜洛 另外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制裁伊朗的這個最高領袖哈米尼 所以這兩個國家 最後都跟美國鬧翻了 所以他如果直接制裁普丁的話 那美俄關係可能就真的會有 回不去的這個狀況 那特別是對普丁來講 美國現在有非常多普丁的黑資料 包括說之前美國曾經 他在黑海有什麼別墅 如果給他掀出來的話 我覺得對普丁的壓力會非常大 那當然我們在講說 目前的這個美國方面來說的話 他目前已經派了這個八千五百名的部隊 這據傳言是八十二空降師 已經會抵達北約 那抵達北約之後就是說 他看北約的行動 所以美國目前是沒有單方面要派遣 就是美軍不會直接去 他會看北約的行動 如果北約要防範烏克蘭的時候 北約的行動可以召喚美軍去 那美國現在主要動作反而是軍援 你看他美國的第一批的軍援 是二十二號第一次來到這個基輔 然後第二批軍援是二十三號 那主要是什麼 比如說標槍飛彈 標槍飛彈其實是主要用來做打坦克的 那其他裝備是第三批 那總價值大概約莫是兩億美金 那除了這個美國 美國支援烏克蘭之外 英國也把這個反戰車 就是飛彈 他現在也送到 這個烏克蘭的前線去了 那另外一個包括說像愛沙尼亞 拉脫歐亞 還有立陶宛 目前就很多 他們都提供相關的這個刺針飛彈 或一些給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所謂標槍反戰車的飛彈 給烏克蘭 那除了這個之外 很多北約的這個西歐國家 也把戰機派到這個東歐 這個邊境 隨時隨地都有要支援 烏克蘭的這個情形 那除了這個支援烏克蘭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剛好德國 法國 很重要 德法很希望用外交手段 看可不可以有一個環的結局 不要打起來嘛 所以他們現在整個歐洲領袖的想法 其實是有一點點分歧 包括說像歐洲最重要的德國 德國總理肖茲 他就說你俄國 如果你敢威脅這個烏克蘭的主權 完整的話會有嚴重的後果 那馬克宏就說 如果有侵略的行為的話 俄國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兩個國家不一致 所以你看這時候英國首相就說 這個德國需要俄國的天然氣 那對經濟制裁有一些疑慮 那如果這個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願意派 英國願意派更多的部隊 進駐在東歐 所以現在主要是德法兩個國家 瞧不攏 那為什麼德法會瞧不攏呢 我們之前曾經在節目上講過 德國非常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 他整個天然氣的輸出量 大概整個需求的40%是來自俄羅斯 所以如果真的兩國鬧翻 你敢對他制裁說 我關閉你的這個 關閉你的這個所謂的天然氣的管路 那你怎麼辦 所以目前法國是願意提供 很多武器給烏克蘭 但是德國就禁止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很多歐洲國家是說 你這個蕭茲 你這種消極的心態 煩惱會助長整個普丁 更有侵略烏克蘭的決心 那我覺得對蕭茲來講 他也蠻尷尬 因為他畢竟上台的時間 也沒有很久 如果這時候就馬上捲入一場戰爭來說的話 對他的民調 未必是一件好的這個事情 那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國家 也非常值得大家留意 那就是日本 事實上日本這幾天 他們在說什麼 他們很擔心 真的假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中國就會打臺灣 所以他們認為說 烏克蘭真的入侵的時候 臺灣反而很危險 那這個是日本的講法 所以日本他們這幾天的時候 他們的議員就說 假設俄羅斯有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要對俄羅斯祭出 有強烈的這個經濟制裁 也就是說我們要介入歐洲的事務 歐洲有事的時候 我們日本要加入 否則一旦的這個 所謂中國入侵臺灣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歐洲的支援的時候 那怎麼辦 所以他就說我們 我們如果是這樣 我們如果是說 遇到中國打臺灣的時候 需要歐洲支援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我們也要相關的 對應的這個政策 那另外一個他就說什麼 我們目前日本有一些 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 他說要趕快進行一個相關的這個協商 那甚至是這個 我們美國也在做相關的準備 因為天然氣畢竟是非常重要 他們在協調說 從卡達或是從這個 其他的天然氣國家 看能不能夠多輸一點到歐洲去 這樣歐洲就會比較有底氣去面對 這一次的烏克蘭的危機 否則你以目前的這個情形來說的話 美國跟這個俄羅斯都已經瀕臨沉下 到底會不會開打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當然我覺得冬奧的時間點 開幕跟閉幕 可能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時間 OK 好 那特別是烏克蘭 跟俄羅斯 俄羅斯這個是能源大國 所以德國很多人看他臉色 那麼到底會對經濟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到 包括這個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預測說 如果爆發戰爭的話 國際油價是會大漲的 那麼有可能 因為整個原油供給就會收縮 變成兩百三十萬桶 油價一口氣可能會大漲到一百五十塊 美金可能大漲一倍以上 我們本來說長期油價應該要走跌 但是因為戰爭這波可能會拉高到一百五十塊 美金 有這麼高嗎 另外來看 對中國來說的話 去年原油的進口這部分是五點一三億噸 如果這個美噸就這樣大漲漲了 一倍七十塊 七十塊美金來算的話 那麼現在中國經濟情況已經很慘了 中國要花的錢有多少 他要多花三百六十億美金的價格 在油的上面 這個油的這個成本 我們換算一下 等於是十燒的遼寧劍 所以對於中國 對於很多國家都是很大的一個成本負擔 我們回頭來看 每一次的戰爭帶來的 跟油價相關的衝擊有哪些呢 好 我們剛剛已經複習到很多是 這個沒有出生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的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戰爭當中 當時是為了要打擊以色列 還有一些的支持者 OPEC這些石油國家輸出組織 就宣布中斷對美國的原油出口 所以當時油價是漲三倍之多 那麼第二次石油危機 那時候是兩一戰爭的時候 那麼當時原油產量銳減 國際油價也是飆 那麼當時引發了整個工業大衰退 美國的GDP就降了三趴左右 引發了整個經濟大危機 那麼第三次的時候是 源自於海灣戰爭 也是石油危機 那麼當時因為美國的部分 在這個石油危機當中 陷入這個危機裡頭 最慘的是蘇聯 因為當時他的這個能源出口 使得他的這個財政政策受到打擊 也因此就是因為這個石油危機 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杜老師 你怎麼看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些過去的 這些戰爭歷史 對油價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動跟影響 這一次你說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那個烏克蘭除了是說蘇俄 要輸出天然氣 到歐洲的必經途徑以後 他最主要是這個股倉 他在全世界大概百分之二十的股物 是從這邊輸出的 它是一個股物的生產大股 所以來講的話 如果是真的有發生這個危機的話 會對於這個大宗原物料 會有一個影響 大家看一下這個小麥有沒有 大概漲到八塊 最近小麥一直在飆 對對對 還有玉米也是一樣 所以不只油價 量價也會飆 對對對 也相對的 而且他像跟以前的那個幾次的波斯灣戰爭 有稍微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是美國直接介入 這一次是歐洲跟這個蘇俄裡面 還在大家互相喊話 大概是這個 還要靠他 討厭他又要靠他的天然氣 所以怎麼辦 那這次這個戰爭危機 臺灣投資人該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 臺股的話 我們剛才在輔田的話 不是第二次也是第一次時有危機 那我們有三次 剛才那個慶宇講的 那三次時有危機的話 最主要是造成我們的CPI的大漲 像我們第一次民國六十幾年的話 那時候漲到四十趴 第二CPI 臺灣 我們像既然 我們CPI 各性通通 我們既然CPI才1.96 那第二次的話 我們CPI漲到二十趴左右 所以當時的話這個十以為危機就會有 那那時候兩伊戰爭的話 除了這個油價玩耀 我們看一下 臺灣的類股 就是說以前因為中東戰爭 很多的一機場都在中東 中東 所以那時候我們很多投資人就會認為 只要一機 因為一機很容易爆炸 所以大家就會買東聯跟中籤 那為什麼要買兩支 這叫戰爭概念股 對對對 為什麼要買兩支 因為怕你萬一買中籤 中籤爆炸你就死了 所以我相對還要買東聯 所以我們臺股兩家 如果哪一家爆炸 有沒有 你另外一家也會大漲 就像說早期臺積電跟聯電兩支都要買 因為有一點臺積電也燒了 所以臺積電就會補他的那個利空 所以你看到 所以杜董你說緊張的時候 我們就來買這兩支 因為這一次烏克蘭跟那個中東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東聯跟中籤 你看他漲一個漲到兩百八十幾 一個漲到八十幾 那我們看第三張 那個臺洋 臺洋的話就是那個小布希 他們不是波斯灣戰爭 有出那個部隊到地面上 所以他有地的 波斯灣戰爭時候的土 對 又拉了這麼久的土 對對對 因為只有戰爭 跟後來的波斯灣稍微不一樣 那時候臺洋就大漲 為什麼臺洋大漲 因為他是衛星 那時候地面部隊要弄 那個所謂衛星的一個東西 所以那一陣子 他就是當時最熱門的股票 所以有戰爭的話 投資人一定要考慮說 這個戰爭發生在什麼地方 有哪一個類股是一個利多 大概我們擠中籤 東聯 還有台洋是以前 幾次戰爭的一個熱門股 OK 希望世界和平 但戰爭這個概念股 投資密碼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繼續來關心這個歐美俄的風雲變色 那麼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怕普丁呢 原因當然就是因為整個能源價格 被這個俄羅斯掐著脖子 那成為各國的夢魘 因為俄羅斯不願意出手相助 也推動了整個歐洲能源價格 不斷地走高 但是普丁可能沒有想到 他這張能源牌恐怕快失靈了 朱老師 沒有錯 因為這一次這個衝突當然在烏克蘭的背後 還有美國的勢力 可是更關鍵的是最近的歐洲地區 所以打算說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爆發了 那歐洲人的態度很重要 可是大家想說歐洲 尤其現在冰天雪地的 非常需要天然氣取暖 那歐洲的天然氣 就剛剛施通說的 絕大部分也都是要靠俄羅斯去攻擊 如果俄羅斯心意很說 你這些歐洲敢給我選邊站 站到烏克蘭那邊去 我就給你斷氣 那你就完蛋了 真的快斷氣了 對 好 那擺在眼前事實 雖然俄羅斯還沒有真的斷氣 可是你仔細看 這是去年全年 俄羅斯供應歐洲的天然氣 美洲的動向 大家可以看到 從最左邊年初的時候 他一週供應三十二億立方公尺 可是你看到到年底的時候 剩下二十六億立方公尺 其中最低點甚至只剩二十億多一點 哇 這個美洲差這麼多 那對歐洲來說 這件力來說 最慘的時候 大概少掉三分之一的公器 哇 這很不得了嘛 難怪去年歐洲的天然氣價格大飆 好 可是這個方法真的就如 慶祺所說的被破解了 因為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你俄羅斯 對 來 第一個跳出來了誰 一樣在歐洲的國家挪威 挪威如果熟悉這個能源市場 就知道他本身本來就是能源大國 所以挪威跳出來 那除了他是能源大國角色之外 很重要一點是他非歐盟會員國 而且他又是北約 我們知道北約基本上就是對抗俄羅斯的嘛 所以挪威當然第一個跳出來幫忙 所以你看到挪威對於整個歐洲的天然氣的供應 非常明顯的 從年初二十二億立方公尺一週 到年底的時候來到二十七億 哇 請全力給 對 所以我們剛剛說 就這個俄羅斯的部分 從三十二降到二十六 大概少了六億 可是光一個挪威 就從二十二增加二到二十七 我 你少六我多五億 所以是不是缺口只差一點點 好 那差一點點沒關係 還有其他國家 剛剛司聰也提到了 中東不要忘了 中東不是只有產油 當然天然氣也很多嘛 所以卡達也跳進來援助了 更不要忘了還有美國 美國的頁岩油以外 頁岩氣也非常非常多 那以前不賣是因為我們也知道 美國運到歐洲運費很高 可是現在價格漲這麼多 我划算啊 所以以今年一月份上半個月最新的數字 美國每天運到這個歐洲去的天然氣 已經比俄羅斯運到歐洲的 透過管線的還要多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簡單的來說 歐洲現在根本不缺氣了 那剛剛司聰也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國家 不缺氣就感生氣了 最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 大概就是德國 所以在以前 我們看到在這邊這條線 這是從俄羅斯的維保所拉的一個 海底的天然氣管到德國去 本來有一條叫北溪一號 那在去年九月又落成一條北溪二號 而且這一條當初在這個剪採 這個準備動工的時候 其實是誰 是當時的這個德國總理 梅克爾親自剪採的 表示非常重視 支持 對 那二零一五年正式動工之後 到去年九月完工了 可是到現在沒有啟用 這不是很奇怪嗎 德國非常需要 可是美國施壓 說你已經夠依賴俄羅斯了 如果這條管線再給你通 那你不是整個整個被我們扣掉 所以包含了美國 包含了歐洲其他國家 施加壓力 你不准通 結果德國就真的到目前為止 這條管線建好沒有用 我不通氣 你也沒有辦法 好 那顯然的 你這一招天然氣攻勢 對歐洲甚至對德國都沒有用的情況之下 那你原本自己減少的那些天然氣 你怎麼辦 你不是自己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你本來有 不過他北溪的話本來就想亂 把這個歐盟搞亂 他也達到他一些目的了 那這個氣可以排到別的地方去嗎 當然他想要 因為我生產了之後 我當然有小地方賣嘛 可是顯然的歐洲國家 我人家根本就不想買的 我盡可能減少對你的依賴 所以呢 當然想到他的好兄弟 他門媽擠 中國嘛 所以你看喔 原本俄羅斯確實也有一條天然氣管線 是到中國去的 這條叫做西伯利亞力量一號 那這是原本就有的 可是現在你俄羅斯做了這件事情 你不賣給歐洲 可是這個天然氣基本上生產 不是說你喊停就能停的 因為就跟石油一樣 他不斷的冒出來 你沒有把他想辦法處理掉 就是你的損失嘛 所以他現在緊急要跟中國說 來我們再拉一條線吧 西伯利亞力量二號 這條線如果成功的話 大家看原本這條紅色已經 已經在用的 繞很遠 這條線就很近 而且拉到上海 原本這是到北京東北地區 好 問題是這條線很大一個問題 通過蒙古 蒙古當然就趁火打劫 第一個氣過去我要分一部分 第二個我還要收過路費 按照現在的統計 我一年 我蒙古就要跟你收十億美金以上的過路費 那問題是那這樣子增加的成本 誰買單 俄羅斯出錢還是中國買出錢呢 而且更重要是規劃中 你就算你蓋好 不曉得是哪年哪月 那你現在當下就面臨這個經濟問題 你還有辦法打這個天然氣仗嗎 OK 歐洲又不買單了 這邊這個新客戶也還沒有完全找到 所以俄羅斯現在自己應該要趕快想想新的辦法了 我們回過得來看烏克蘭的情況 我們想說烏克蘭應該現在很緊張 應該人心惶惶 趕快是不是要逃難去 結果好像不是 先來說大國周邊難為小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看烏克蘭 都在看臺灣 但先跟各位說烏克蘭不是小國 烏克蘭單單就面積來說 臺灣十七倍大 臺灣的十七倍 世界重要的糧倉 過去有輝煌的一個歷史 但目前烏克蘭人怎麼樣 烏克蘭人先跟各位說 烏克蘭他們在一九九零年代之前 是十五個加盟國當中的一國 是蘇聯當中的一國 但是先跟各位說 烏克蘭本身就很複雜 烏東地區講俄羅斯話 然後烏克蘭本身他有烏克蘭話 所以這兩國是怎麼樣 他們叫做同種不同文 其實就戰鬥民族來說 你敢打 我也敢打 先跟各位說 烏克蘭完全不想示弱 那最近烏克蘭就發生什麼事 在烏克蘭有一個電腦工程師 他居然怎麼樣 他居然去教他的小孩說 直接用手槍 那為什麼要用手槍 你要會自保 先跟各位談 對我們臺灣來說的話 可能覺得很訝異對不對 很危險 其實在瑞士 在瑞士在整個德國 很多學校都會教 小孩拿槍 對 像我的姊姊在德國讀書 他們是小時候就有教說 如何使用槍枝要怎麼用 他們認為因為在很多地方 自保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在一些很多那種 地非常大 而且旁邊的周遭的整個國 非常強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很多人的餐館 更好笑 餐館的老闆訓練他的員工 可以來經營餐館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如果萬一真的開打的話 餐館你來負責 我去打俄羅斯人 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說餐館讓你管 我去打俄羅斯人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酒吧的一個老闆 他隨時都把郵箱加滿 他說什麼 他說必要的時候 可以快速的來離開 但目前烏克蘭有很多人 他們把他們的小孩 先說這些小孩 可能就在八歲 十歲 十二歲 最大的大概到十八歲 就加入了戰鬥營 那為什麼要加入戰鬥營 因為他們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國家 一定要自己救 這個烏克蘭人 他們先跟各位談戰鬥民族 他們不是喊假的 他們這個是玩真的 烏克蘭的美女跟歐洲的美女 跟整個美洲的美女 先跟各位說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他們長得很細緻 有西方人的身體 第一個 五官細緻 頭顱非常小 而且身材非常勻襯 我過去常常去參展 去美國參展 到歐洲去參展 像俄羅斯跟土耳其 我也都跑過 其實當地仔細一看 他們那邊的女生 特別好看 而且好看的地方在哪邊 你知道嗎 勻襯 沒有壓迫感 但烏克蘭的美女 這幾年先跟各位說 臺灣人常常有一句話 趕快存錢 對不對 為什麼呢 真的存比較多的時候 去烏克蘭討個老婆 那當然先跟各位說 語言不通 這是很麻煩的 臺灣有不少人 例如說基隆有很多家族 也都娶烏克蘭老婆 但這些烏克蘭女生 他們都到全世界各地去賺錢 你知道去哪邊最多嗎 中國 因為中國他們現在電商 非常流行 化妝也很流行 所以他們需要很多的一個模特兒 但中國人不喜歡看 中國人自己化妝 他們覺得不好玩 他們看到那個烏克蘭人 來化妝 生意都會特別好 那很多烏克蘭的模特兒 他們是以小時計價的 一個小時大概是一千人民幣 到三千人民幣 等等 不一定 但中國的這些經濟公司 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烏克蘭女孩特別節儉 別的一般的那些模特兒 都叫計程車 他們都自己去坐捷運等等的 因為他們生活在戰亂的國家 對 而且烏克蘭 他們會一群一群一群的 但這些烏克蘭女生 先跟各位說 收入也還不錯 但先跟各位說 其實烏克蘭的模特兒 他們的整個年齡非常非常短 就是說你在最漂亮的時候 趕快賺錢 你後面如果沒有時間 那麼多的話 就沒辦法賺了 但很多人賺錢之後 他們的一件事情怎麼樣 趕快回家去買房子 所以這次烏克蘭的事情 先跟各位談 很多人都想說 兩國之間國力很懸殊 對 國力很懸殊 但決心的部分的話 烏克蘭人他們可是 是一點都不退讓 還不到中常會開會時間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早早到場 跟中常委寒暄提早拜年 似乎希望提振黨內氛圍 熱絡一點 這是朱立倫回歸黨會後 罕見公開的中常會 被解讀要守住金國牌話語權 因為日前總統蔡英文 肯定蔣金國堅定保台 加深藍營集體焦慮 畢竟如今國民黨身世低迷 尤其最新民調 青年族群對藍營反感度超過六成 創下16年新高 國民黨立委也發文痛批 這些反感是對國民黨無能的不屑 國民黨的支持度好像是 今年來的 要問主席 明明近一年來 也主導藍營戰略 戰鬥藍趙少康 卻要大家問問朱主席 怎麼看支持度新低 你怎麼看國民黨支持 路上16年最低 不過朱立倫從鏡頭前 快速走過裝作美停艦 要不然年底的這個大選即將到來 那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氣氛 維持到年底 我看我們的選舉啊 恐怕不是很樂觀 國民黨民慢失敗主義 朱主席進來 重啟對美國溝通 又打金國牌 要扭轉烈勢 以免2022宣太慘 恐怕得下台 前進新世界 Money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沁怡 我們要繼續帶您前進的是 宮廟商機大 台灣的宮廟竟然比超商 更多的金流世界 馬上介紹現場再加入幾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國民黨新北市議員 葉宇之 歡迎葉宇元 沁怡好 大家好 好 這邊是我們的北港地方文史工作者 國舟哥歡迎 大家好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宇肖哥歡迎 親好答案 我們首先來關心 我們剛剛說這個廟 真的是比超商多 而且是多很多 那很多人是這個 很多信徒是每天到廟裡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但大家覺得廟是大家的 大家對廟又瞭解多少呢 這裡面很多包括了香油錢 包括裡面很多什麼光明燈 祭祀法會等等的費用 這些的金錢數字到底有多少呢 這個真相 我們今天想要來想辦法解開一些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講的是北港朝天宮 這個也是我們這兩天在聊的 這個的資產也非常 龐大一些歷史非常悠久 先來跟各位說 臺灣在南部 大間的媽祖間 小間的鳳雅間 臺灣到處都是廟 廟的數字比超商還要多 而這廟當中 很多真的是牌子好 品質好 先來說北港朝天宮 臺灣人不講北港朝天宮 這個是北部人的公法 這叫做北港媽祖間 北港媽祖間康熙三十年 一六九四年開始建廟 到今年為止三百二十八年的時間 經歷很多很多的一個轉變 但經歷這麼多的一個轉變 先來跟各位說 為什麼北港朝天宮 北港媽祖間 身為全臺灣媽祖廟的總根源 他單單所散發出去的廟 六千間 沿路各位 對 這個叫什麼呢 這叫做婚香 很多人他就 媽祖武林俠 武林俠之後拜了之後 覺得很不錯 就去那邊 迎一座媽祖回家 單單在臺北好多的媽祖廟 通通是從北港朝天宮出來的 六千多千 但到各位 請各位看 三百多年的一個根基 每年那麼多的人進去朝聖 進去點光明燈 進去整個球籤 拜神等等 所以資產太龐大 資源太多 現在跟各位說 最早的部分的話 臺灣有一個地方專有的一個特殊傳奇 很多時候鄉村 很多地方沒有一個大的一個空地 在廟的前面都有一個廟墊 這個廟墊可以幹嘛呢 平日可以曬農作物 依照臺灣人要拍照 假日逢到整個 所謂的初一 十日五 初二十六 就可以來做生意 那做生意做啊做的呢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狀況 對 所以呢 全臺灣各位仔細去看 鄉村型的整個不管是大都市或小都市 任何一個地方 他們的最精華的商業區 就是在當地最新旺那個廟 周遭五百公尺 全臺灣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人來了嘛 一趟路到了 點完香之後 有時候肚子餓 吃點東西 買點水果 買些菜 當地就會有市集的一個產生 所以這時候呢 過去會有一個現象 臺灣過去在極權時代的時候 極權時代怎麼做呢 過去在極權時代 他們的整個所謂的中央政府 中國國民黨 他們其實是用所謂的分治的一個方式 那分治的一個方式呢 一方面可能就是找廟宇的一個住持 主持人等等 另外一方面呢 就找社會的頭人 那這個兩邊當中 常常會組合合合為一 所以過去呢 很多包括什麼住持啦 包括什麼和尚等等的 先跟各位說喔 一次動員都可以動員很多人 但朝天宮先跟各位說喔 朝天宮現在也隨著民主的一個進化 現在也完全進化了 朝天宮過去是主持喔 現在呢 十五里的護長 通通可以來選 總共選票有六千張 重點是什麼呢 他們說 信徒大會的嗎 六千張 他說廟宇大家的護長全能頭 而且張誠全部公開喔 先來說喔 這裡面很重要 有幾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完整的資料 全部把它抓進去 第一個 你要年滿三十五歲 你不能夠說 就是在那裡頭的啦 什麼的就進來 就要當作整個會員這是不行的 北港要住滿三年 而且請各位注意到幾件事情喔 沒涉貪污 沒有涉及到刑事案件 不可以兼其他寺廟神壇的負責人等等的 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是目前北港朝天宮的一個章程喔 選董事長的話 目前蘇智芬還是說 六千間廟的總廟 1.5億的一個收入 他說這樣好像太少了啦 每年喔 先跟各位說喔 每年單單世界媽祖那個迴卵啊 世界媽祖迴卵總共會回四千六百四十三尊回來喔 一尊收五千這邊就兩千三百萬了 所以裡面的內臟其實會非常非常多喔 那所以蘇智芬就言批就是說 其實這個很多仗冊都沒有看到 那就目前來說的話呢 為什麼大家會很多事情都在觀察 都在看呢 先跟各位說 最近很多立委都在說啊 很多地方的董事長 其實之前有錢哥是不能做的 你不是在當地入籍也不能做 所以第一個不能有錢哥 第二個不能 一定要在當地入籍喔 所以這一波顏輕彪 顏董事長的連任路 大家都在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近剛入籍入籍進去 可是顏董過去有錢哥 所以目前呢 包括了林楚音就說嘛 顏輕彪非法擔任董事長 當然這是林楚音所說的 但臺灣的宮廟 宮廟很多 宮廟很神奇 重點是臺灣的宮廟 一間比一間更有錢 OK 而且看起來更金碧輝煌 謝謝敏歡 其實很多人到廟裡去 當然是希望能夠信任這個廟房 大家都希望新陳則靈 但是我們也希望廟房 所公佈出來的這些資產 或是這些帳策也好 或者組織帳程也是公開透明 讓這個這也算是信徒 所有信心的資產 我想問一下國周哥 剛剛講這個廟宇的眼鏡 在臺灣歷史非常的悠久 讓這些該透明的事情 透明化有這麼困難嗎 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嗎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剛剛敏歡兄說 北港廟 北港馬祖經 剛好我就是 我又是廟口小孩 我家就是住在廟口 我是金靠小孩 我們那邊講金靠小孩 那我金靠小孩 小時候就很喜歡老人家大人 他們在聊天泡茶 我就會跟過去聽 他們最常講一句話 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他們常講說 外省人辦學校 本省人蓋宮廟 有沒有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外省人辦學校 本省人蓋宮廟 因為以前國民黨二二八事件以後 他怕 他不准你本省人辦學校 所以辦學校都是外省 有一些可能軍警特 他們才可以來辦學校 那本省人沒有辦法辦學校了 他只好來蓋宮廟 那蓋宮廟也不是說他有多千層 辦學校也不是說他有多熱愛教育 其實他們就是 兩種都在教育 教化人心啊 跟教育 開廟大賺錢啊 當然是大賺錢啦 知識經濟 好不好 這叫知識經濟 辦公室也大賺錢 知識經濟 辦公室也大賺錢 當然我說的這是有意關的時候 知識經濟加文化資本 既然既然廟都這麼好賺錢 所以我小時候我父親 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如果我們要去拜拜 你只要走大神大道 不放棄思家不辣 什麼叫大神大道 大神大道啦 大神就是譬如說 觀音 佛祖 觀光 媽祖 保生大地 這種大家知道這個神明是誰 對 人家說正廟啦 大廟 對對對 大道嘛 大道可能就是佛教 還是道教 那不要去思家不辣 知人的神壇 那種小宮廟啦 裡面是什麼也搞不清楚的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有很大的利益在裡面 你如果一不小心 男的被騙財 女的就被騙色了 對 所以你看廟宇其實是很好賺 我不曉得大家 宗教是比好生意啊 對一般我們如果去走宮廟 你如果有印象去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 中間廟宇的中間就是一個曬錢箱 大家會放現金嘛 還有呢 還有那個神明 大殿的神明上面 都會有很多金牌 對 信眾會打金牌 還有打那個柱子也有啊 對 梁柱啊 病額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嘛 就是說有俗話說 窮算命 賦燒香嘛 對不對 窮算命 賦燒香 所以很多人 有錢人 他去燒香 他也會捐錢啊 對喔 我常常以前看他投錢 我想說這個到底帳策清不清楚 這個錢都去哪裡 之前我們以鎮南宮 每天應該早說要清點帳策啊 因為是大家捐的錢啊 所以所以為什麼說 為什麼說很多人他一當 他就一當了二十幾年 對不對 奉先媽祖 他們的這個章程 跟這個監督系統也很重要啊 對啊 可是其實這 人在做神在看 我們前兩年 前兩年在立法院有在講 那個宗教團體法的 訂定宗教團體法 這個每個宗教都很需要 對 就是希望藉由宗教團體法 來規範 譬如說他的帳目要公開 他的章程也要透明 然後讓大家讓信眾 知道我錢從哪裡去 然後知道我怎麼去選舉這些 董監事 我們就來看 其實這個是所有宗教的一貫的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問題 這個很多信徒都會想知道說 到底大家奉獻捐的錢 我花的錢都跑到哪裡去了 我們就以這個大甲 鎮南宮引發的爭議來看 大家就是仔細來算他數字 他發現說這個一問 很多是慢慢被問出來的 問出來之後跟外面 大家市場行情再去計算的 感覺有一些出入 這邊算下來說非流動資產 鎮南宮這邊非流動資產 至少是二十五億 對 實際上他們公布的數據 可能跟外界會有一些落差 這是鎮南宮自己公布的一個狀況 他是說因為因應 最近期大家對他們的一個質疑 他公布的數據是這樣子的 基金是二點九億 那基金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原始創立的時候 要成立一個財團法人的時候 原始的這個資金 那經過這幾年這樣子的滾動 跟這個經營之後 他現在的流動資產 這裡面的流動資產包括什麼 他說包含現金 應收帳款 還有其他大概是五點五二億左右 另外一個非流動性資產 包括土地停車場用地建物設備備品 金媽祖還有運輸設備 商標權 黃金等等 他說價值是十三點 十三點一億 好 那到底這個數字是怎麼樣 我覺得因為我們知道 一般的這個會計師 或是說他們公布的財報認證裡面來說 都是會比較保守的預估 那當然外界就會用所謂市值去預估 那這個就會有很大落差 譬如說你看他非流動性資產 是十三點一億 那我們就來看 事實上他裡面有幾個 非流動性資產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個就是黃金媽祖 你看這個金公算什麼的媽祖 對不對 那你看 他的高度有四尺二吋 總重量是兩百七十六公斤 然後雕刻的這個費用 用了這個兩百萬 那耗時預半年才完成 大家想一想也知道 兩百七十六公斤 到底是價值多少 現在五兩大概是三十萬 所以這樣算的話 的確這個價值 因為最近黃金有漲價 所以我們這個市值是四點二億 事實上現在應該算到四點五億左右 所以這個市值又更高了一點點 所以這個到... 戰爭期間會長更高 所以這是貨真價值的黃金 所以他真的是值大概4.5億左右 這樣一個數字 4.2到4.5億這樣 因為隨著這個限價在浮動 另外還有一個翡翠媽祖 這個也更值錢 各位啊 它是什麼 紫羅蘭玉石 紫羅蘭玉石 就是翡翠 他真的是這個翡翠 是這個2011年的時候 一個中國的珠寶商捐贈給台灣 然後當時他雕出 這個翡翠媽祖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馬總統還去把他這個 算是這個座落的大點 他都還有去 那這個高是130公分 重是1.5噸 那雕工的費用就花了三千多萬 那因為翡翠的價值 真的非常貴 目前如果你用紫羅蘭的翡翠 他大概是第二貴的 第一貴的就是純綠的這個綠翡翠 那這是第二貴的 而且你要看他的顏色 他的顏色是有點略帶紅色 那這又是更貴 所以大家說 他這個價值至少是值8.6億 好 那麼講 這兩尊這兩尊神像加起來 就已經價值十二億 就跟剛剛他公布的 非流動性資產差不多 好 那我們要講土地 因為他現在 對他有土地 譬如說以鎮南宮 鎮南宮現在鎖在在順天路上面 這塊土地大概是三百九十三坪 那另外他在附近有兩個停車場 也是在那附近 那兩個停車場分別一個是三百三十坪 一個是三百五十坪左右 那這個加起來土地就一千多坪了 可是還不只是這樣 人家就說他還有一個這個香客大樓 好像很大 對 那這個香客大樓 對 約莫是距離哪裡 如果你要從這個 這個所謂鎮南宮開車過去 大概是一公里多 他在外面有一個大約莫 這個一千八百坪占地的左右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 他的香客大樓 那香客大樓當然也是刁著 這個美輪美奐的這樣一個狀況 這個非常漂亮 那所以當地的房仲就預估說 如果你把這三坪我們剛才講到一千 大概約莫是一千坪的這個 除了宮廟本身跟兩個停車場在外加這個 所謂的這個香客大樓 加起來就約莫是三千多坪 那三千多坪來說的話 因為他所在的位置 我剛才查了一下 他剛好就是在大甲最熱鬧 大甲最熱鬧 就在鎮南宮附近的順天路 那幾條路 所以你如果用當地的市價 去預估來說的話 至少光是土地就價值十三億 所以你看如果我們假設 用我們剛才講到 土地價值十三億對不對 再加上說這兩尊神像的話 價值十二億 所以加起來的話 至少就是二十五億 二十五億跟你當初 你預估說的這個非流動性資產 只有十三點一 現在有非常大的落差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為什麼大家都要去經營 或是說介入宮廟 我們過年節目常常會講說 哪一座神廟 哪座名廟 我們曾經講過 在台灣土地最多的男生叫做張德福 女生最多的叫做林茉娘 這果然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土地真的很多 那很多 尤其是他們在地方上面的廟 都是戰地 都是地方的精華地所在 所以才會變成說 這宮廟都變成是地方政治人物 無論如何 一定要把持一個重點 OK 好 這個不只是信仰中心 變成這個很多政商利益糾葛的中心 也在這裡 我要問一下 宇超哥 你覺得這筆帳真的算得清楚嗎 廟宇這筆帳 我都覺得啦 這就是現在社會大眾 要求他講清楚五分 因為我們都知道公司都有兩本帳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話 你要有關的財務 是需要會計師監證才能揭露的 你才有辦法去做法說公開說明會 可是廟跟公司一樣也不一樣 雖然都有所謂的監督機制 只是監督機制 是不是有法說規範 因為我們現在宗教法沒有通過 所以在沒有通過狀況之下 民政局的角色就很重要 但民政局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字 叫做魚與貝查 什麼叫魚與貝查 我們尊重大家的民間信仰 所以現階段交給民間信仰的管理單位 分兩個嘛 要不然就是管理委員會 再不然就是以財團法人的名義 所以會有董事會跟董事長嘛 但是魚與貝查幹什麼 走了程序 比如說你們改選 沒有爭議的狀況之下 你告訴民政局 那民政局告訴大家說 我魚與貝查 這什麼 用大白話來講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們改選完這事情 若無疑義 魚與貝查 魚與貝查是什麼 走完程序 我知道了 但是我保留 將來監督或是查閣的權力 前提是什麼 不告不理嘛 所以彪各爭議在哪裡呢 我們最常說嘛 原來地方派系是政教合一 對不對 什麼叫政教合一 有市選舉的時候戶口就在中二選區 林楚音的臉書說得非常清楚了 九八年 二零零二年 兩制的戶籍啊 因為選舉的需要 是在呢 殺戮嘛 但是呢 董事會要選舉的時候 你就刷給我靠嘛 但是呢 最早正南宮的組織張誠 大家都很清楚的 就是大甲大安外埔後里 五十三莊嘛 再對比人家說要這邊居住三年 那朝天空的規定嘛 所以呢現在爭議在哪裡 你這兩個資格極有可能都有爭議喔 什麼意思 為了董事長的選舉 你簽出了戶 簽出了選區的戶籍 你的這個議員的身份 到底還存不存在 第二個呢 基於呢 這個呢 董事長選舉 你又呢 簽回去大甲 或是呢 又簽出大甲 你這個董事長的資格 是否合理 所以我覺得 大家討論的地方是啊 凡事有規矩 所以這個規矩是啊 約定俗成 你沒有尊重當地信徒 過去所定下的規矩 如果違法的話 民政局不能推給大家 我大概超前部署 知道那個我要 我要說話的葉原知要說什麼 林佳龍也沒有處理啦 六友來也沒有處理啦 我先讓他說完 我再來回憶葉原知 你的話被講完了嗎 我剛好沒有要講這一段 剛好是 因為按照正南宮 現在已經公佈了章程 本來就沒有規定說 選董事長的戶籍 一定要在 剛講的那幾個區 大甲還有什麼大安 後普 並沒有 並沒有這樣規定 最重要的張成有 沒有涉及 沒有絕對沒有涉及這兩個字 他有說要作為內區的代表 比如說你要 比如說大安區的代表有幾位 大甲區的代表有幾位 那這個部分就有解釋的空間 因為我就我瞭解 就是民國八十八年 那時候言清標要去當董事長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臺通市政府他是不予被查 然後後來就發函給內政部 要求內政部來解釋 那內政部的解釋是說呢 他因為那時候當時言清標 他是做臺中縣的議長 他的職權範圍是涵蓋大甲或大安 所以他是有資格去代表大甲 所以他的解釋是這樣 換句話說 他有點像是獅子會的概念 就是說你加入比如說大甲獅子會 大主廟的概念類比獅子會 信服會康律 都是民間團體 我是說那類似概念 就是說你參加大甲獅子會 不代表你一定要涉及大甲 你可能是一種人脈網路 或者是你對當地有認同感 所以你覺得有沒有涉及這件事 你沒有講清楚 對 概念 所以這有解釋空間 那他沒有 確實是沒有涉及兩制 像我們市議員 我們要選舉 他講得很清楚 你一定要涉及在那個區 而且涉及幾個月都清清楚 他沒有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說 他的當選就是不合法的 也沒有 那我認為說 看一個廟是要看他的貢獻 那大甲獅子會 本來是一個地方的 一個宗教信仰中心 可是嚴親不要去當董事長之後 確實他大幅的提高了 大甲正南宮的知名度 變成國際的宗教 那也有辦育幼院 做了很多捐款 有那麼 他們都有 別人自己示範一句話 惹腦三的人 還有很多人 你來廣大的迴響 我覺得你們一直在執著 在說你到底有沒有涉及 有沒有涉及 應該看的是他到底有沒有促進大甲的商機 後來因為大甲正南宮 變信仰中心 他周邊有很多攤販 整個地方經濟都活絡了 現在很多人其實是蠻感謝大甲正南宮的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當董事長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們一般 像我們在板橋 我們很多信仰中心 他辦得很好 我們我們去參拜 沒有人會去管他說什麼 這個什麼竹尾 你到底有沒有涉及什麼 這不是一般人關心的重點 這個信徒也增加很多活絡地方 敬禁 貢獻良多 有什麼意見 我先回答一下 我剛才講的關鍵是叫不告不禮 如果沒有爭議啊 通通都像言之這樣講的話 那民政局予以備查 予以尊重 但是呢 予以備查看起來 現在沒有檢舉人 現在沒有爭議 當有檢舉人有爭議 例如信徒代表易錦龍 大家都知道嘛 他據名檢舉嘛 說他的資格跟他當初當選身分 不符合組織章程的時候 這叫做市政府民政局 叫拿出公權力嘛 你也可以學當初的民政局長 問一下內政部這到底怎麼解釋嘛 彥之你講得很好啊 當初王祖文采 寬議 廣議說 或是寬鬆說 那是當年的時空背景 那現階段台中市民政局 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以你剛才所做的解釋 或是當初的組織章程在我手上 那我來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爭議 身分到底符符合信徒的要求 因為現在是有爭議的 那有爭議的時候 你就不能完完全全視而不見 最後一點 當初你說是第二段 王清盧跟鄭明坤在選的時候 這一段你都跳過 為什麼嚴親標會公親編世主 就是前面那個選舉弄得太醜了 連當初台中的民政局長 都被標哥的人後來給抓走 所以為什麼有後來的這個爭議 要先回溯整件事情的脈絡 是鄭明坤跟王清盧 之前因為選董事長 就發生糾紛了 我不做一句話就好 就是說有爭議的話 其實他就走司法途徑 因為那個易錦雄 他現在目前為止 不是利害關係人 以大甲鄭南公 他是民間團體 本來民間團體有爭議的話 你就走司法途徑 政府不會幫你個人 就是不相干的人 如果你對他有疑義的話 去做一些說明 其實是不會 所以這個一般的 這縣市政府從北到南 都是一樣的做法 沒有根據鄭南公 而所不一樣 OK 有爭議 所以開始我們討論的意義在這邊 郭舟哥 我可以帶來一下 那個原資議員 你剛剛講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詳細看過張誠 張誠到現在還沒有改 他五十三樁 他裡面他的董事 十五名董事 還是一定要從 這是現在叫區 要從大甲大安外埔 後裏後裏比較特別 他後裏以前是鄉民代表會主席 他是當仁董事 這當然有他廟宇的特殊的歷史 那我現在講一句 如果如果他已經改了 如果董事長 董事或董事長不用符合 不用說照張誠說 上面有寫說要涉及嗎 對 沒有 沒有 沒有涉及兩個字 那是解釋的問題 他是從這裡面產生代表 從這四鄉 四區裡面去產生代表 沒有 代表是什麼 宋經團 然後是那些的 那個是我跟你講 這個 對 你看清楚張誠 那個宋經團 那個叫選舉人 董事是被選舉人 那是不一樣的 董事只要是信徒就可以 他只要具備信徒身份 樂愛媽祖 樂愛公義就可以 你去看張誠 不是 他沒有規定 你講的 我以北港為例 北港早期的投票人是很少的 他也是很少 到李林長而已 是北港人覺得你這樣不行 你投票人那麼少 那你又採取連計的 那很容易會選 所以北港那時候抗議 後來才開放裡面 陣內的十五里 所以到現在是六千人 六千人改單計 改單計裡面很多人 很多那個是護長 那我回到一句話 如果不用涉及 那為什麼嚴董 他要一戶籍 如果他還是 如果已經改了 不用涉及 他就在殺戮就好了 他為什麼這一次 他為什麼這一次 連他兒子自己選舉 都沒有辦法投票 他就是要選董事 所以他先移動 因為他有個代表性 他第一次去做的時候 那時候戶籍不在大甲 他是用臺中縣議長的 這個職權範圍涵蓋大甲 當作一個標準 他現在因為不是台中縣議長 那他用我現在講 現在進 我現在是講 他不只是台中縣議長 他兩次立委 單一選區二零零八二零一二 這個他的選區跟他的 當時他要選董事的戶籍 那是都不一樣的 都是可以乾坤而已 我要當董事 我就移回來 我要選民代 我就移回來 沒有沒有這回事 所以重點是主管機關怎麼解釋 好 我們繼續來看 那當然這個剛剛講 這個熱愛媽祖 臺灣真的很多熱愛媽祖 他是我們的海上女生 那這筆好生意 我們要來看一下 其實政人工也蠻厲害的 這生意做到大陸去了 其實在過去兩岸 還是在整個可以握手的一個時代 媽祖是一個非常好的聯絡橋樑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常常有所謂的兩岸的媽祖 然後地坑的頭人 彼此之間作交談完之後 互相做整個訪問 那現在跟各位說 為什麼臺灣媽祖最多 明清時期海上交通 各位都知道 那時候臺灣是黑水溝 那個時候的船 不像現在 沒有雷達也沒有動力 所以常常出事 到了之後 感謝媽祖 媽祖是海神 成為最大宗的一個信仰 所以臺灣各地都有媽祖廟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但遶境 先跟各位說 什麼叫遶境 這個地方是我管的 我才能來遶啊 先跟各位說 這個是有一個所謂的 宗主權的一個意義的 所以陸上有繞境 海上也有繞境 先來說 這個是臨源 鳳雲公媽祖的海上巡鄉 先跟各位說 這個出去一次漁船 他可是非常非常多 一次就要這樣繞 但後面 先來跟各位說 過去在國民黨所謂的 一黨獨大的一個時代的時候 其實宗教是一個掌握地方 投票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力氣 但想不到後面呢 這件事情 到後面 路走彎了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叫歪樓 人家說糟糕了 發生什麼事呢 兩岸之間彼此要友好 所以怎麼樣呢 臺灣有天后宮 我們回到整個原始的福建去 越蓋越大 後面這個叫天津天后宮 天津天后宮這尊媽祖 看起來還蠻氣勢磅礡的 其實看旁邊那個地方 看了各位 你會昏倒 你會覺得那個完全錢 都是打水漂 現在跟各位說 中國自從文化大革命之後 他們沒有所謂的細緻師傅 臺灣的廟宇 雕語畫洞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塊石雕 任何一個琉璃 我們都有所謂的講究 中國大陸這個天后宮心 跟各位說 那個現場看 完全就是那個模子 一個一個模子打出來的 非常粗糙 但他花很多錢 花了多少錢 這麼粗糙為什麼兩百億 單單整個平方面積 就有三點九平方公尺 四十二點三公尺的媽祖神像 造價先跟各位說 造價 造價八十億 但不只這樣 後面除了媽祖廟之後 還有什麼禪院 禪居等等的 他還有一座非常大的公園 然後後面還有會館 那這個會館後面就說 前前後後兩邊 包括了台商 包括了港商 包括了捐贈土地等等的 花了大概兩百億左右 然後那時候大甲鎮南宮 就為兩岸的文化交流 其實之前在彪董 彪哥還沒有出事之前 其實他在兩岸三地 那是話句也跟當的 為什麼呢 臺灣有政治界 臺灣有商業界 可是其實在整個所謂的黑社會 這一塊 包括了金流 包括了特殊的一個商業 其實很多都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彼此之間合作出新的發展模式 但想不到天津這座兩百億的媽祖 經貿文化園區 成了高價的文資館 後面幾乎完全都沒有用 那這當中就來了 其實剛原資有說明到 之前為什麼標董會公親被屬住 以前大甲鎮南宮在選董事長 先收聲 後面過金屬探射器 大家不能夠帶武器 大家不帶武器 沒關係 進去選舉選舉完之後呢 椅子通通要重新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砸壞了 就砸壞了 大家彼此就開打 打到什麼地步呢 打到後面 選舉的時候 選董事長 我再說嘛 進去選舉的時候 都已經說不能夠帶武器 過金屬探射器 廟裡不是要走祥和路線嗎 一點 先跟各位說 祥和誰 真的是打到東東東西歪 所以後面怎麼樣呢 後面就說我也不讓你 你也不讓我 那怎麼辦呢 找一個更大的仲裁者來嘛 那更大的仲裁者 當然就是顏清彪 顏董事長 顏董事長來之後 各位一做做二十幾年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整個數字報給大家聽 我們現在宮廟寺廟的統計 是超過一萬兩千家 宗教財團法人是一千七百 社團法人三千家 我想很多人也有一樣的問題 又不是每家像正南宮這麼大 為什麼臺灣會這麼多大小公廟 都有辦法立足 先跟各位說 很多公廟 恭喜公學生的聲明 其實過年 先跟各位說 很多時候那個銀行都要傷透腦筋 臺灣好多廟 那個過年 拜託銀行 拜託保全公司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錢多到金庫放不下 單單香油錢 光明燈 很多 因為有些廟沒那麼大 你金庫不會做那麼多 但很多甚至還可以往上發展 例如說像鄭明昆 鄭明昆之前 還有所謂的線上光明燈的一個弊端 這個是過去 中華電信跟鄭明昆之間的 但是我們不得不說 鄭南宮真的太會做生意了 鄭南宮最近好多大甲那邊的人 大帽子 小帽子 大令旗 小令旗 大衣服 小衣服 通通價格通通不一樣 例如說像這個鑰匙圈 招財咬錢虎 九百八十八 我都覺得這個實在是貴到有點誇張了 鑰匙圈都四九九 重點是什麼呢 你要衣服 要帽子 要酒 要車子 甚至於連旅遊 通通都有 還有信用卡跟金庫卡 金庫公司都來加入聯名 各位就知道這個生意可以做到多大了 但想不到今天有一個怕不知道囉 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彪董現在說 人紅是非多 居然有人用彪董的名義說 你要捐一億的現金給媽祖 不然呢 要上慶祭喔 這個慶祭先跟各位說 這個慶祭不是做騷辣的那個慶祭喔 慶祭大家台中人就聽得懂 但是呢 他還寫了一個慶祭 先跟各位談 真的是栽贓 目前彪董已經說了 這件事情完全不干他的事 彪董還趕快去報警了 謝謝敏寬 好 很多人到廟裡 當然是希望求這個處世 圓融的智慧 但是他說各個宮廟之間 其實鴨子滑水 很多競爭也是 聽說本來之前 這陣南宮會定期是去北港 朝天宮朝鄉的 現在也沒了 為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還是利益 又是利益 還是利益 因為如果比較老一輩的人 他應該會知道 早期大家知道北港朝天宮 大家比較少知道大家陣南宮 陣南宮開始會紅 是說七零年代那時候 黃春明有拍部紀錄片 叫大甲媽祖回娘家 是首次台灣的民俗信仰 在電視上播出 結果就一炮而紅 人越來越多 那人潮就是前潮 所以人潮就... 自己讓他變紅的 對...開始變紅 人越來越多 人越來越多 通過五萬 十萬 十五萬 好 那很... 大甲就快要等於媽祖了 對 那很多信徒 很多... 他是整個...以前叫進鄉 以前是...以前不叫...不叫繞境 你看我們...你看我們以前 我們這是台灣目前的那個國定... 國定三大國定民俗 跟媽祖有關的 北港媽祖 北港朝天宮營媽祖 白沙屯媽祖進鄉 這也是現在很有名的 還有大甲媽祖 繞境進鄉 他以前最早是... 以前最早只叫進鄉而已 他不是叫繞境 那他為什麼後來改繞境 就是因為他覺得說 我已經大買了 我每次來 對不對 我帶那麼多人來 然後香油錢是你在收的 甚至於...我有問我們 北港當地的長輩 他說後來他們要求 只要大甲正南宮來北港進鄉 那幾天我們的那個曬錢鄉 我們自己的收起來 放上去的 捐進去 他們就是直接帶回大甲 然後包括捐橡油錢也是一樣 也是他們直接帶回去 所以最主要還是利益 那表面為了利益 當然是不好意思講說 為了錢 為了橡油錢 那當然要找很多理由 那他們最好的理由就是 1987年 他們突破禁忌 他們去梅州進鄉 所以我們既然已經去梅州主廟 進鄉了 去取得真正的鄉火了 所以我現在不用回 不用到北港去進鄉了 最主要他們現在對外 他的號召力是這樣 一個真就是大家去找 誰是這個總本山 到底誰是正宗的啦 余燒哥 真成這樣 但我真的覺得 信仰基本上是自由的 也就是說信仰融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 或是商業利益 基本上當然會引起社會討論 就像剛才寬哥告訴大家的 或是說世宏哥告訴大家的 除了選任資格 基本上問題之外 資金的運用 為什麼要盡量公開透明 我知道有些廟針對橡油錢 他是怎麼公開透明的 每一段時間公開倒給大家看 完了之後立刻找會計師 跟集合人員清給大家看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這些錢 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要不然是修善廟宇 做慈善 不然就應該用在宗教事務上 而不是用在什麼 個人的其他政治考量 或是做其他用途 所以今天我們要討論說 公廟的爭議 目前為止的結論很簡單 資格符合 有沒有符合信眾的期待 符合信眾什麼期待 你這個人選跟信眾的期待 有沒有太大落差 還有我的香油錢 到底跑哪去 真的 看看媽祖鄉自己要做什麼 正確的事情 正確的決定 現在臺灣常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你到底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講的當然是統一還是獨立 那麼到底這個大部分的新生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最新民調顯示的結果 這邊是民眾對國家獨立的看法 那其實也跟大家想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 百分之快要七十六的人認為 我們就維持現狀 沒有必要改國號 那百分十四點四的人說 你要真正這個至現在建國 才算真正獨立 那麼蔡總統說中華民國 臺灣已經是獨立國家 所以不用再宣布自己獨立 能夠接受這個說法的這個比例 也非常的高 百分之七十二點八 所以就是維持現狀 沒有必要改國號 接受這個說法 然後一樣下屆總統的主張 你認為維持現狀比例都是最高的 所以最多的民眾是認為 現在維持現狀應該是最好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再來看 那麼對於這個大家被問到統獨的立場 又是怎麼看的呢 另外這份民調顯示 永遠維持現狀比例也是最高的 我們看這百分比 從去年說到現在 差不多就在三層四層中間 目前最新是百分之三十五點一 那另外來看 這邊傾向說臺灣獨立的這個部分 這比例上是有百分之 這個比例大概是有二十三 然後先維持現狀以後獨立是百分之五點六 希望再獨立的百分之六點六 當然這有說跟民調機構的屬性也會有點影響 但是可以看到最多的部分 就是永遠維持現狀 然後要不要在這個統一的部分 這比例 兩岸統一比例是最低的 百分之三點九 那麼可見大家就是整個看起來 維持現狀現在是主流的民意 那支持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比例是十趴 我想問一下士充哥 民調其實這麼的清楚了 那國民黨目前的現狀 大家常在討論 那麼很多其實這個九二共識 是國民黨很多當權派 他們就認定 應該走這個路線是對的 對 但是民眾的聲音有看到嗎 對 我覺得事實上在過去的選舉 大家可以發現到說 在過去藍綠對決裡面 好像兩岸議題對藍軍是個利多 從這個在馬英九時代的時候是這樣 可是為什麼這幾年的這個時間點 好像完全變得不一樣 變成兩岸問題 反而變成是國民黨的一個 非常大的罩門所在 那我們看到那個民調裡面 你看維持現狀有七十點九 那贊成所謂國民黨主張的兩岸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來說 只有十點一 所以顯然如果你以這個大版圖來說的話 你看蔡英文總統為什麼在國慶日說 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 不需要再獨立 不需要在這個制限 他意思就是要維持現狀的意思 所以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民進黨往維持現狀的路線去靠過去 當然會擠壓到國民黨的生存空間 那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 他也有他自己本身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都說其實政治是要看那個氛圍 但現在的氛圍是什麼 是中美在對抗的大架構 韓國也被迫說你要選擇中國還是要選擇美國 那我們顯然台灣只能夠選選擇美國這一邊 你選擇親美的話 你再選擇親中 這個是完全是沒辦法互相平衡的這個狀態 那我覺得對國民黨比較尷尬是 民進黨鐵了心是走親美這條路線 那你現在怎麼再去親美 你沒辦法親美 雖然雖然這個朱立倫主席是過去被爆料說是美國要保護的人物 他過去跟美國關係也非常好 跟美國的外交體力非常好 問題是你怎麼去親美 目前你再去親美 你也玩不過國民 玩不過民進黨嘛 所以他現在路線就是你到底如果你不走親美 那你要親中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主路線你都說不出來 甚至在這個二零二零選舉的時候 你看當時的這個末劍不是去高雄邀請 韓國瑜市長去美國訪問 他都不去嘛 所以顯然你當時是沒有走親美路線 那你現在已經不可能走親美路線 你怎麼去走你的親中路線 再來就是說國民黨裡面 光是對中國的主張就有非常多 有人主張要統一的 然後有人要主張一中各表 然後有人就主張什麼一大堆 這個他們自己內部都沒有說清楚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國民黨來說的話 兩岸政策是完全的非常非常的 這個沒有一個統一的主張 再來就是說你看國民黨裡面還有 現在還有很多人會質疑的 譬如說像有洪秀柱這種比較深藍的 張亞中這種比較深藍的 甚至是無私懷這種對不對 甚至你看在上次的選舉裡面來說話 無論如何雖然朱立倫當選 但是張亞中的票也蠻多的 他在國民黨裡面這個深藍這一塊 是顯然也是他們很難繞出去的 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國民黨最大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事實上在過去的民進黨 也有曾經有這樣子過 就他們兩岸政策到底是什麼 要說清楚 民進黨的方向就是我們來個大辯論 到底到底我們當時要西進 還是跟留臺灣 他們有一個辯論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現在對國民黨來說話 應該需要是一個黨內真正徹徹底底的辯論 那要嘛就是統一個路線出來 如果你沒有統一路線 大家這樣各吹各的掉 我跟你講在二零二四大選 基本上你的兩岸政策 沒有一個民選的主張 你根本就不用選了 你一定是被國民進黨打好的一個局面 這大家的問題說 到底路線是什麼 看不明明是什麼兩岸牌 經國牌 本來應該是有一手好牌的 那也打成這樣 我們再來看另外這份民調 是目前對於這個我們現任總統的 這個聲望贊同的比例 是有高達將近五成四十九點七 不過不贊同的比例也有四成四十一點三 那另外這邊信任是五十三趴一 那這不信任是四十點二趴 那隔魁這邊滿意度是五十一點六 不滿意是四十一點一 那這邊另外一個民調 結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這個執政黨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不滿意跟這個不贊同比例 還是有四成之多 但是贊同還是明顯超出 這個不贊同的部分 不過來比較值得的國民黨執政黨要注意 國民黨是要非常非常緊張 我們來看看政黨的支持度 這邊在民進黨這邊的好感度四十六點三趴 反感度四十一點一趴 這個是一半一半 但是來看國民黨這邊 他的好感度剩下多少 二十二點七趴 那反感度是六十三趴 那麼比較起來最反感是誰 年輕人二十到二十九歲 反感的比例六十八點四 將近七成 那麼地區臺北市 臺北市就六十五點八趴 這個比例非常之高 那另外來看這邊 這支持度一樣 這邊兩邊其實是蠻類似的 這邊呢 可以看到在國民黨的部分 支持度剩下多少 十五點六趴 對比誰 民眾黨這邊十二點五趴 乘幾何時這麼一個大黨 跟這個民眾黨 後來才起來的這個黨 現在差距剩下三趴 說在這個數字是蠻慘烈的 原志 我覺得但我們滿意度不高 這個事實 那就要探究那個其中的原因 然後好好去把它修正過來 那年輕人不喜歡我們 當然一部分是因為路線 沒有講清楚的關係 像剛剛那個民調 我覺得就沒有 就是誤會我們的路線 比如說他把 哪個地方誤會 他把維持現狀和九二共識 把它拆成兩個獨立的選項 那年輕人就會覺得說 九二共識就是不維持現狀 那不維持現狀要幹嘛呢 就叫統一 那年輕人現在就不要統一 因為這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說我小時候 我是住在臺北 那我現在在板橋工作 很長一段時間 十幾年了 那慢慢我就會對臺北市 我就會 當然感情就會下降 那年輕人他從頭到尾 他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生過 那現在的歷史 好像也沒有去學中國的歷史 所以他對中國就沒有感情了 那他認為說國民黨 你一天到晚要去跟中國統一的時候 他當然會覺得說 你這個黨在幹嘛 我們要老是維持現狀 我們就是覺得中華民國是賭權 獨立國家 你不要再亂了好不好 所以就會對我們產生不好感 可是實際上 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上一次執政是馬英九 馬英九 他有說要統一嗎 沒有 馬英九喊出來叫做 不統 不獨 不武 這個叫做什麼 這就叫維持現狀 那馬英九有沒有支持九二共識 他就最支持九二共識 所以你把這兩個項目拆開來看 就是加大年輕人 對我們的誤解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我們路線 說明清楚 就我看來維持現狀是我們的目的 九二共識只是我們的工具 那什麼工具 維持交流的一個工具 就是九二共識的存在 本來就是因為 所以維持你認為 又是年輕人的錯嗎 不是 是我們沒有 九二共識會等於統一 基本上你怪誰 怪共產黨 怪民調 你看他就把他變成兩個 他就把他變成兩個 對不起 為什麼民調做出來 人家會這樣認知 我就要教說 你就問現在的年輕人 九二共識是什麼 一不知道 那就是我們講不清楚 你們講不清楚就叫辯論 世聰哥都講 民進黨在1999年有兩個路線 我最清楚 我當過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哪兩個路線 許新黨主張大膽蹊進 新潮流主張 強本漸進 最後辯論的結果是什麼 強本蹊進 總是一個路線最後才有 台灣前途決議文 國民黨講不清楚 很多年了 搞一場辯論的勇氣有沒有 沒有 第二個是國民黨最喜歡講什麼 我們是最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的話 兩岸就跟習近平講的一樣 基礎不勞 地洞山搖 過了五年了 民進黨也跟大家證明 一樣沒有九二共識 台灣基本上過得也非常好 有能力因應國際情勢 你要的九二共識 最我的結論是 你要的九二共識 被人家篡改的亂七八糟 首先是你們洪秀書告答 什麼叫九二共識 求一宗原則是同 存一宗一函之意 哪有一宗各表 當習近平把九二共識講成這樣的時候 你們有抗議嗎 沒有 越來越做這樣 他講他們的 我講我們的 我這樣 如果可以這樣子嗎 你很容易受一米影響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共識是兩個人定義的 我可以說今天秋季是我女朋友 可以嗎 要不要他同意 當然要 我去外面講說 秋季說女朋友 但是如果我是秋季的男朋友 我就會當作你沒有講這句話 難不成我還要說對 你講他是 你當男朋友 共識這樣 所以重點是 重點是我不理你 那你現在是習近平講一個話 我就我們要聽 因為我好害怕這樣 沒有 堅定決心 不是 因為習近平講說 九二共識只有我的盤板 你們連自查盤板都沒有跟他講 那是他講他的 你講你是秋季的 沒有 我也不會跟他同意 你趕快跟他講 九二共識就一宗各表 你跟他講 我講九二共識一宗各表 他沒有用 沒有 那我管他有沒有用 那個是當時一個大家交流的基礎 那現在兩個人有沒有交流 年輕人不這麼認識 不是 等一下 現在台灣現在對於大陸的 貿易的順差多少 一千七百多億 那如果你要回到以前的話 漢賊不兩立 那太英文下令 順差是因為我們賣晶片 多賺的錢 有什麼不好 那你可以下令 那你可以下令說兩岸不要來網 也可以 不要 三通滅掉 九二共識的宗教性就是讓 人家多花錢買台灣的晶片 台灣賺更多錢 不是 我現在講九二共識的價值在哪裡 九二共識一九九二年定的共識 價值就是開啟兩岸交流 你如果認為九二共識沒有價值 那兩岸就不要來網 你的路線要一致 那我認為九二共識 平常人讓我講完 我認為九二共識就不是維持現狀 有九二共識是交流的基礎 這基礎 是交流的基礎 維持現狀是我們的目標 年輕人其實要的是 不要被共產黨統治 不要改變我們的民主現況 我覺得這國民黨的堅持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要說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年輕人也要說清楚 他們也認為我們國民黨在監督民進黨的力道太弱了 他們認為民進黨有得做得不好 我覺得非常強 戰鬥人非常強 強到年輕人都看不下去 都有原因 都有原因 有一部分我們遇到很多年輕人都說 你們國民黨為什麼監督力道不強一點 你看柯文哲監督多強 你看民進黨一直要逼他們打高端 柯文哲就罵 說說民進黨這個 民進黨 蔡英文平常都沒有出來 結果高端股價一下跌 就出來 如果年輕人其實是希望國民黨 扮演更強的監督角色 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也要回應年輕人的訴求 很多原因 我希望好感度可以增加 那要不要弄一場辯論 葉恩師 我只問你最後問題 國民黨可不可以有一場大陸政策 如果有就好 我覺得很好 應該要 對不對 可是上面的人不敢 今天總共識 其實我幫袁茲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為什麼年輕人現在沒有辦法 在整個國民黨當中看到一個應有的一個榜樣 最簡單的 當初馬英九一趟路去跟習近平見面的過程當中 他被當小漢 但是馬英九沒有抗議 他沒有抗議 當朱立倫兩邊在做 整個書信往來的過程當中 他下面連中華民國他都不敢寫 所以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國民黨遇到國內的一個議題的時候 他可能很多有不同的派系 包括了戰鬥藍 包括了吉他等等的 他有不同的一個抗議跟看法 但是很多的藍營的人看到中國的時候 他乖得跟一隻小花貓一樣 那給個建議 國民黨該怎麼做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們想要強筋 你們想要強筋 想要劍本 你要如何去籠落年輕人的心 但是你籠落年輕人的心 拜託找一些有市場性的 昨天楊教授楊泰順那個出來 講的那個話 讓全台灣的年輕人心裡面 又全娘了 你們都已經把整個 所謂的國民黨的黨團智囊團之後 做了一個公聽會 然後出來之後 再把年輕人抓起來 再打一個一巴掌 你這樣怎麼有辦法去籠落到 年輕人的心啊 那個就是 公聽會其中一個學者意見 很多人跟他意見不一樣